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呀 我是神天组长 今天呢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开箱啊 就来分享一下 我近期刚刚到手的这一款来自空模 出品的超似贝吉特 这款包装呢 我觉得还是挺特别的 跟传统的龙珠类似SHF人偶有点不太一样 出入包装是一个双层的吸塑 主体我已经取出来了 上面是放着主体 那下面是放着这一次的配件 配件也是挺丰富的 除了主体身上的一只面雕呢 还有三个替换脸 每一个脸的刻画也还行 就是有时候耳环啊 那边的涂装会有点涂的不是很到位 尤其这个 其次呢是一些手型 戴白手套的形态嘛 看上去的锐度还行啊 没什么大问题 还有两把气刃 一个是金色的 还有一个是透明的 算它是银色或者是透明白吧 两把好了 这些就是所有的配件 接着再来看一下这一回的主体 这一款的面雕可以看出这一次的脸型也是他们自己做的 还搞了一个这样斜式比较邪恶的脸 我感觉刻画的还算是唯妙唯肖吧 发型方面呢是肯定是借鉴了这个超蓝贝吉特的啊 肯定是的了 只是它增加了后面的头发 还有这个前面的这两撮 当然这一次啊 它把整个头雕也是另外做了一个设计 传统的脖子连同头是这样子的造型 而这一次呢 它里面做了一些不一样的设计 是增加了一段球形关节 它就变成两段关节 再连接上面这个头发了 就是可以摆出一些更加夸张的角度来 然后这个脖子上面的肌肉 我感觉好像做的有点过于的刻意啊 反而显得会有些不自然 再来装好这个面就会觉得 脖子是不是有点长啊 再来看一下正常的 是吧 脖子长了一点吧 好在这个双段式的关节呢 它其实有一段活动空间 可以帮助你完成这个标准样子的摆放 它的脖子后方有一个凹槽 我们可以借助这个凹槽将整个关节啊 向后延伸 就是压到这个角度 再来将面雕装回 压下之后 整体的美观程度啊 也有所上升 所以大家务必得把它压下去啊 当然你要做关节活动的话 可以再把它拉上来 这样子就能有不错的可动性了 而且呢这边也会有一个 镂空啊 看着会有点突兀 这些鬓角都都是有独立的可动性的啊 并不是说是做死的 然后呢就来看一下它这一次的身体 身体方面的这一部分和毛发的刻画我觉得还行 但是呢我遇到一个问题啊 我的这一款不知道是不是个例中奖的缘故啊 这里非常松啊 还有呢就是它这个红毛 看着也还行啊 但是 你们看 这个大臂和小臂过渡的也太不自然了吧 换一侧看看 换一侧倒没什么问题啊 那另外一只呢 哎 另一只感觉就 起码这个弧形的凸起 跟这个弧面的凹槽是在一个方位啊 看上去并不是特别的突兀 没有这一侧来的 这么的奇怪啊 可动性方面到它把这个素体加强了一下 像个蝴蝶关节 这样可以引出来很多 可以摆一些不同的造型 手臂的平台呢 也还算不错 就是说它在这一处的关节啊 增加了很多可动的范围啊 可以使得整条手 可以摆出一些很大张力的pose来 但随之而来的就是 这种破定啊 太容易穿帮了 那又是可动和颜值方面牺牲了一个 而且呢 我看下来觉得 这一根桩似乎太长了 就显得这个手和整个胸部啊 没有那么贴合 看上去会有点断层感 你们觉得呢 除了这一处 个关节的把持力度啊 都是很紧实啊 玩起来手感也还算可以 接着呢 就是这个腿部了 先来看一下 这两片它夹出来的这个皮子 软软的 褶皱也算刻画出来了啊 就是有一些分模线 无伤大雅了 还有一个可动的尾巴 如果在这里再做几段可动的话呢 就无敌了 接着就是这条腿 这个造型呢 我感觉有点像那个超赛绳的 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这两个断层感就特别明显 超赛绳的一块也是这样子的 还有一处啊 它这个膝关节 我个人感觉是这两块零件 是不是做小了 还是缩小了 你看 它是凹进去的 看上去也很违和 而且上面都会有缝 再来看一下原版的 原版的这个零件都是很肥大的 就是凸出来的 这个关节位置是肯定是凸的 它这里变成凹进去了 如果也是凸出来的角度 那就好了 可动到也没啥说的 它这一回调教的关节啊 都是挺紧实的 活动手感也比较舒服 还算不错啊 就是这个样子真的是 整只脚呢 也没啥好说的 就是常规的这些造型 可以看出啊 与万代的贝吉特摆在一起 它要明显比贝吉特高上 大半个脑袋啊 也就是说 你如果把它 与所有的SHF龙珠产品 放在一起 这个头啊 也是很高啊 我不知道这个设定当中 身高是不是就要高出很多啊 但以产品玩具角度来说啊 它比常规的其他几款 很多款都要高出很多 在意的玩家 可以把它上个支架 摆个pose 这样就看不出这个身高差了 好了 那么这就是简单的开箱分享 总的来说啊 这一款超似的贝吉特 我个人感觉还行 在国产的这个龙珠SHF产品当中啊 属于一个中等水平吧 谈不上非常优秀啊 但也谈不上差 比上不足 比价有余的一个阶段 那么结合它目前现在的 现货价格要300多 320几啊 我个人感觉啊稍微一点贵 如果你是以预定价格280几还是290不到一点 在价格来买到它的话还行 毕竟它的配件也挺丰富的 而且目前市场上它是独一份啊 财团也没有出过这个超似贝吉特的造型 买一个回来玩一玩替代一下也是可以的 但前提是啊 你得接受它身上有些不足 那就是为了可动而牺牲的一些外观 我刚刚也都说到了 如果你那些部分都能接受的话 那这款玩具还是可以一试的啊 好了 那么就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